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能威胁球门被对方抢断了 这球扑起来没什么难度啊 丽娜拉特维因 门将是毫不吝啬地收下了这球 对方篮人干扰他了 现场抢断了 能利用这次机会吗 哦 球进了 这种距离他都能把球打进啊 这个远射进球绝对体现了这个射门队员的个人能力啊 没错 这是令人振奋的一脚远射 这名球员的这个动作从头到尾都是非常的自信啊 这种世界波咱们喜闻乐见是不是 江举被打破 目前比分一比零 这个时候也不重远射出了什么 请看我不得不说 这波传球非常漂亮 这球能扳平了吧 余悦冲顶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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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漂亮 这次的边路传中 效果非常的好 落点找的也非常准 最后用一记投球 把球送进了对方的大门 比分被扳平成了一笔 达布里茨精彩的抢断 拳球的目标是波普 这是萨拉·达布里茨 逃离之间啊 门将已经没办法了 但是衡量拒绝了这个进球 哇 这个球打得太极限了 角度找的也太刁钻了 以至于最终 你看 击中了门框 这样他们就错失了一个 打破场上平衡的机会啊 横传到后点 这里有队友接应 这个投球攻门啊 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危险 莉娜拉特维因 转给了拉特维因 他们就是在这种娴熟的传递中 寻找机会 有机会领先 球进了 这样的机会 他们当然是不会错过的 这个球 冲坑的说明了一件事情啊 有一个好的传球手 进攻难度就会大大降低 最后来了一脚 精彩的推射 球在空中滑出一道 美妙的弧线直飞往窝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传给了王珊珊 这个位置可以考虑打一脚 全场观众都觉得可以打门了 这种球啊 门将扑起来完全没难度 亚历山的拉波普 他及时将球断下 阻止了对方威胁性的传球 双妹子 往上拿球 这一脚啊 有可能把自己铲出场啊 他们现在这个烈士啊 努力一下是有机会的 但是这个机会呢 已经被这张红牌 哎呀 几乎完全抹杀了 对他们的球员来说 这张红牌确实有点 令人难以接受 可不是吗 视野还是非常开阔的 挑了一个过顶 但是船大了 打到了门将的防守范围内 张鑫 现在就是看他个人的魅力了 有机会 集中力助 出界了 产出了边线 现在对方是界外球 萨拉达布里茨 再次交给了波普 漂亮的Tiki Taka 观众们看得是目不转睛啊 中国女组弄丢了球权 亚历山的大波普 波普 这球有了 领先优势已经扩大到了 两个球 不停的船 不停的跑 机会就在他们这样的船跑当中出现了 随后的这一招打门也是力量感十足啊 看得人热血沸腾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三比 王珊珊 来到对方腹地了 有没有机会 追分的机会啊 对手没有拿到机会 这次进攻只能是到此为止了 安约米 他持续代球推进 这个球传得可以说非常漂亮了 但是在禁区里这么多人的情况下 居然没一个人碰到 萨拉德布里茨 好球 他们简直是吃不可挡了 已经三球领先了 这个球进得的确非常精彩 门将没能把角度完全封死 被他找到机会 打了一个进门主得手 才刚过上半场 比分就如此悬殊 张瑞 楼家慧 周全转换 亚历山的拉波普 反击的机会来了 这球有了 防守队员及时出脚把球解围出去 这样这次危机就被化解了 这球越位了 典型的越位位置回接 不失一分钟 德布里茨 利亚薛尔勒 三半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转播画面已经回到了奥林匹克球场的比赛现场 双方下半场的较量已经开始 让我们看看今天谁能笑到最后 这是波普 黄守队员把皮球解围了出来 都在拼抢中出了边线 看看是谁碰出去的呢 伍海燕 非常聪明的一次拦截 夺回了球权 这是波普 他一直带球向前 横传到禁区内 这里有队友接应 防守队员阻止了这次上门 照项了 越位 要是再多等一下 等他跑到位再传就好了 他这次是要走内线 在自驾进区完成了抢断 樓家慧 伍海燕 张睿 是犯规了 但是有力进攻 裁判没吹 传给了王珊珊 近在直尺拉 漂亮的抢断 在最后关头夺得了球权 现在有反击的机会 利那马过 在前程抢断了对手的传球 这是波普 击不可施啊 这个球机会不错 尝试打一脚 但还是没能攻破门将的食指观 王珊珊 老板给了这一球 根据这个进攻有力源 裁判没有第一时间吹停比赛 这张黄牌是追加的 这样的判罚技保证了比赛的刘畅都有保证了犯规队员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压迫对手取得效果了 利亚逊尔勒 亚历山的大波普 精彩的防守成功的抢断 下半场已经进行了二十分钟了 比赛时间还剩下二十五分钟 他带着球啊 是向对方球门一路前进 他状态起来的时候 没有人能挡得住他 这步两个球轻轻松松 这个单刀进球太精彩了 防线被他一个人冲得七零八落 双方目前战成了四比二 来到前场了 可能有机会 接下来就看他的了 球又进了 他们正在迅速扳回劣势 虽然目前暂时还是落后 但按照这个势头啊 他们大有机会 他自信满满 带着脚下的球如入无人之境啊 海蝶穿花非常灵动 无愧是职业球员啊 对 比分现在是四比三 下半场过去了二十五分钟 比赛时间只剩下二十分钟了 他脚下技术非常娴熟 继续代球向前 刚才还在说他们的进攻啊 打的是有板有眼 马上对方就给了他们一板子反击了 来到禁区边战了 全场观众高喊射门啊 他们不会轻易认输 哪怕只有十人应战 依然能把比分扳平 如此近距离的得分机会 他肯定不会浪费掉 防守队员只能目送他进球了 这就是永不放弃的精神啊 准备反超对手 漂亮的Tiki Taka 观众们看的是目不转睛啊 张瑞 张瑞传得漂亮 非常优秀的拦截 目前两队打成平手 这个角球啊 能够改写比分吗 皮球划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 飞向了球门前 投球 门枪太神了吧 对方这次攻门没劲 这个投球顶得不好 对球门基本没有威胁 他没能顶正部位 防守队员啊 虽然也没有抢到这个落点 但是他高强度的身体对抗 让他跳起来 没有办法把投球动作做得那么完整 是的 这个拼抢有点犯规嫌疑啊 但是主策判示意现在是进攻有力 并没有吹停比赛 亚历山的拉伯普 就是他们的拉 队友上来帮忙了 他们不接受平局 还想利用这最后的几分钟 搞点事情 好机会 大难不死啊 这个球有个折射 台判员哨响了 他给了范围队员一张狂牌 台判演毒啊 真是活颜金睛 大布里茨 波普拿球 朱利亚格温 大布里茨前场拿球 组织进攻 直接在进区内用抢断夺回了球权 赵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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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纳玛 朱利亚格温 亚历山的拉波普 他们熟练的倒角真是精彩啊 犯规了 裁判吹停了比赛 看来教练员要换下场上的某个球员了 上停补是两分钟 比赛即将结束 最后的绝差机会 这球打飞比打进还难啊 他们的表现令人赞叹啊 在十人作战情况下 最后时刻取得领先 目前的比分是5比4 这家挑战不错 相当有威胁 这防守做的没得说 比赛结束了